刚刚我们提到了大阪京都和东京这三个城市 我们具体聊一下它的创业或者投资类型 是不是稍稍会有一些差异呢 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 民数可能会首选大阪 那有人说一句公寓就首选东京 那留相关的就首选京都 是怎么样 分类还蛮可缺的 因为东京的人口 所以说你投这种长寿的公寓的话 到东京去控制率很低 基本上都是满足老太 所以非常稳定 这个实际上比较适合于 想进行稳定投资的注目 或者说一些超级大型的基金 他们适合去的东西 因为超级大型的基金 他不想去操线运营革新 钱拍拖都投不投不完 哪有精力去调查你经营怎么样 如果是长寿的话就非常稳 大阪的话就是稍微的要有点想象空间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就是告诉很多 尽可以做民主 尽可以做长寿 我看你就是在策划这种民宿的时候 你上次配合于我吗 你这样就会那个 跟那个网上那个做那个 鬼居君是有这种要跟个人品牌合成 起来做民宿的这种想法吗 其实这个一直都有带动 做营销销售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 但是你要真的把这个小三家真的这样卖完以后运营 不过五年时间 真的运营得很好 尾巴都满足大家这种心理的预期 这个太难了 鬼居君现在开启率大概四年多了 四年多的时间 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必须要把这个运营环节做到优秀的时候了 如果说运营环节做不到优秀的话 那不一定整个商业国是什么东西都闭环的 还是每一节就是说车厢可能还是靠比较牛的部门 比较牛的业务环节在往前拉 它还是仅仅是一个电车的结构 车头是有动力的 其他环节都是靠拉的 都是靠胚损 靠补贴 这样再往前走 但是我们现在也必须要让每一个运营环节都有动力 都有自己的动力 这样的话你整个国经的商业国是才能 像西开线一样 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 跑才会更快才会更快 那其实刚刚提到的大阪和东京 那京都的旅游业国营主要投的也就是酒店和旅馆 对呀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资产的投资肯定还是比较多人大家比较稠稳 运营在跑或者说其他人在跑 最起码还有个房子在手里 除了这个以外呢 也有一些客户 不安不定军自己也是一样 投了一些其他周边的配套 比如说像装车公司 因为周围人旅行过来的时候高官客都比较喜欢那个 像我们做酒店周边的配套 像这个LINE的这个清洗 就是乌草的租店清洗 这个业务 就是很多酒店的乌草就是 住酒店的床单床掉那些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在古丁军在比如在大满头的这些房产可能 就最近比较多的趋势于是一整栋楼或者是塔楼这样的 在京都比较有趣的是有这个从来地到西欧旅馆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差异 对 首先单就大满和京都进行对比的话 京都你去了之后 大家游客对于日本的整体印象 可能就在京都 一个木头房子里面有塔塔尼 然后走在小学小校里 对吧 这个是大家一个印象 那么京都就是展现这种日本印象的最佳的城市 所以京都的投资方法呢 就是要去做房屋建筑 那么所以在京都去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 我们拿了很多土地去建设这些房屋的设计 为什么不要去拿老房子去改造 原因是老房子再这么改造 它的一些叫什么境界上面的那些差距是打不上来的 比如说你很难去很舒畅的把地暖设备 卫浴系统厨房设备 房子的高度这些给它进行彻底的改造 对吧 所以说还不如直升训 兴建 兴建的时候 你把房屋的这些设备设施 房屋的这些风格都做出来 然后最新式的设备设施可以进去 不然你既满足了 对于这种风格的追求 都满足了居住的舒适度 这个居住的舒适度非常重要 一些老宅客 很多的游客只是在印象中很好 看了那些动漫觉得非常棒 但是真正住进去之后 好多人是不会再去住这样子 不便利 非常不便利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不能让人家来了之后失望而回 它缺点不过如此 这样就比较不好了 那么大蓝之前说过 它毕竟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就是你去搞这个厅屋 有没有打扰 有没有打扰 而且在日本搞厅屋的这些商家 我看了一下非常偏人 就是他们的这些项目 都在非常非常 就是脚尖啊 这些地方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居住的 这种体验的地方 对 甚至是一些非常平静库的地方 就是所看的性能来讲 从这个地理位上来讲到非常差 所以说大蓝的还是比较适合于 在车站步行十分钟以内的距离 去推进一些整东的公寓 或者我刚才说 净可以做民宿 可以做公寓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在大法界上 我们的对核心项目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做民宿 也可以退回来做长度 就保障了客户的权利 你不管是疫情期间 你退回来做长度也好 或者疫情过了 就慢慢的再把它改成民宿也好 总而言之 你这样的同方法是万无一失的 这个安全的打法 安全的打法 对 没错 刚刚你提到了 普京军其实主要选择的 都是每个城市 它对核心的地段 关于这三个城市 那种热门的核心的好的地段 你稍微介绍一下 大湾的话 分三个商圈吧 第一个商圈就是 梅田商圈 梅田中美 这是大湾第一商圈 也是这种东西 第二商圈是 南波商圈 南波商圈就包含 南波这个 黑市本桥 现在桥 东东东东的一带 南波商圈 第三个商圈 天王寺商圈 这三个商圈呢 最活跃的就是南波商圈 就活跃的平台吗 没错 因为游客来的时候 鸡马都往那儿打 对 那么梅田那边东西一般比较会 大型商业比较多 然后南波那边呢 就是西南桥的 过那些逛街的地方比较多 然后也有一些生产品店 都非常全面 天王寺呢 是属于发展的 少有外地点 但是它是交通树纽 对吧 一看你去机场啊 去京都啊 去哪里 它是一个很大型的 换成你的交通树纽 东西也非常便宜 房子也非常便宜 对 那块也不错 所以这是大型的商圈 那京都的话呢 其实它可能就两个商圈 京都的话一个商圈就是四条 第四条 对 河连京四条河连京这个区域 作为中心往外扩散到三条 往南扩散 往北扩散到三条 往南扩散到五条之前 就是这个小区域 对 那么第二个商圈呢 就是京都站 不然这样的商圈 而且你是说京都站北侧 京都站北侧到七条之间 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 京都非常小 那么东京大就太多了 是啊 比如东京 我认为第一商圈肯定是一座 嗯 一座 那个东京站 其实应该很紧 然后再往 你顺着这个山手线一圈 就是它最紧合心的商圈 然后这个新宿 就逛街的地方 新宿其实有点像 大阪的新宿长王 但是人类的规模大约 新宿长王 然后再往下就设了五花 对吧 然后再往下就屁川 嗯 嗯 就是它是主要围绕山手线 这个选择的时候 也是按照这种 商圈的标准来选择 没错 我们当初的项目都进入了 刚才介绍的一些商圈 嗯 绝大部分的项目都选了 但是比如说 你们有提到的 多标熟宿的在银 其实也根据旅行地做了一些选择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满山 做了旅馆 嗯 嗯 除了这个核心商圈以外 就是我们如果做一些旅馆项目的时候呢 肯定是 还要是要考虑一些景点 一些核心 像我们在二条城南侧 其实建了很多的庭目 嗯 二条城 对 二条城 因为它是京都队 算是最古老的商区 对对对对 最原始的东西 它的南侧基本上都是 很久了 就有钱了我们的 街头项目 对对对对 所以在那里做了很多计划 大概有几十种吧 都是在那里的日式庭目 然后像满山里头那属于纯层的区域 对 我们总得有 有那么几处 但不多 嗯 因为那边毕竟是属于一个 带路级非常明显的地方 我们在建设它的时候 考虑着游客的因素 也考虑我们自己 去做一些客户起来啊 但是我们会怎么来实际上 这样一些因素来推进它 对